好 上一次我們算到哪裡 那個11題我們答案有算對 他參考書 他參考書的答案的話也少了一個答案 指考的題目 他選項是1 2 3 4 5 有5個選項 第四個選項是5 第五個選項才是乎2 答案的話是第四 他是1 2 3 4 5 不是AECD 所以他的答案是錯的 我們沒有算錯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立體12 第四個 立體12求下個極限 第一個 Limit X趨近於-1 X加1 跟X加2 那你看如果趨近於-1的話 直接帶進去趨近於0 這個的話他也是趨近於0 所以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羅比達定 羅比達定理的話就是說 如果分母跟吞子他極限都是趨近於0 或是趨近無窮大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是你就上下給他微分 取通的極限 那這羅比達定理的話 我們等那個微分公司講完了以後 我們講太勒展開式的時候的話 我們會再來加以說明 兩頂 你們學校羅比達定理有沒有講 講完了沒 講完了齁 那就很好 這樣的話 這樣不會麻煩 現在已經交集分了 我交集分了 那我們上得也很快 我們一下子就可以打過他們 好 那我就上下微分了 這個微分的話 這個微分的話等到 這x加2的2分之1次方 你看看微分的話 這2分之1跑過來 2分之1 然後是x加2的2分之1 然後再乘以x加2對x微分就是1 所以這個點吧 這就等於2倍的x加2分之1 對吧 所以這個微分是等於2倍的x加2 2分之1 2分之1 那微分就沒有了 這微分是1 然後是一樣是Limit 這Limit Limit x屈近乎1這樣子 去1負1的話就是1嘛 所以答案是2分之1 等比 用羅比打定理 じゃあ小提到很大 好 再來我們看看第二小提 Limit x是趨近1 然後呢 x開3 3-1 x-1 這個也是 這趨近1的話 這趨近0 這趨近0 用羅比打定理 上面微分 我們來拿喔 就靈敏了喔 x 區經營1 上面的位量是1嘛 下面的位量是x的3分之1微分嘛 所以等於3分之1的位分 3分之1-1等於3分之2-2 對不對 3分之1x的3分之2-2 區經營1就代1嘛 所以答案是3 等於3上去 好 瞄解我們現在來看看例子13 例子13是次求下列極限 Limit呢 x7-6 x5-7x10加6 2x-17 x10-17 加上x-17 x-17 x0-17 這樣子 好 那你看喔 那這個東西你要先把他合併 不然的話 這其中有一個會跑到無雄大去 這趨近10 這趨近1跑到無雄大 這個也應該會趨近無雄大 不然的話他就會趨近無雄大 那這個趨近16的話 這個會趨近10 那這個是6、2、12 這個會趨近互雄大 這個趨近正無雄大 是趨近互雄大 那加起來的話他可能是有限制 所以你必須先把他合併 但是我們合併 這一個的話x平方-7x加6 可以寫在x-6x-1 是嗎呢 然後我現在又可以給他通分 Limit呢 x7-6 通分x-6x-1 然後這裡是2x-17 加多少呢 這是x-5x-7 x-5x-1 等於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上面的 上面這個多少 上面這個應該是x平方 然後呢 減掉多少呢 6x-10 減掉多少呢 減掉多少呢 6x-10 4x-10 8加5-17嘛 減12啦 對不對 那這個可以再給他 嗯 因此分解 因此分解的話就是x-6 x-10 x-10 加2 是不是這樣子 那1-6 減掉嘛 所以這減多少 6再進去嘛 這5啊 6再進去嘛 對吧 62多少 6加2多少 6加2是8 所以這5分之8 對不對 好 沒問題 我們看例例14 第一個 求Limit x-1 x-1 x-3 x-3 加x平方 加x-3 好 那要螺比打定你嘛 上下VM 上下VM Limit x-1 1 1 3 x-2 加1 加1 好 所以這套 所以3加2加1 就是6 好 第二個 Limit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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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1 平方 20次方 然後-20 對 對吧 好 那這個的話呢 這也會 0分之0 那這個要怎麼做 這把它合併 就Limit x-7 1 那這樣的話 是x-1 的平方 把它負責 好 那這給它通分 1-1 1-s 平方 20次方 減掉多少 20 再加多少 20x 好 那這個的話呢 應該可以 因此分解 這個東西的話呢 我們看 嗯 這個的話 這個是多少 再寫一遍 x-7 1 x-1 x-1 它上面 昌影褲的 所以這個就變8 欸 就上面是 x-0 20次方 -20x 8 多少 再加19 是不是這樣子 再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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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抽出一個什麼呢 因為這係數加起來多少 係數加起來的話呢 都等於多少 係數加起來的話呢 是等於0 所以它有x-1的那個因子 好 那這怎麼做 這我給它一字分解 嗯 嗯 x-1 x-1 一個19 嗯 x-20次方 減那個 x-10 好了 那 減掉呢 19 x-10 再加19 好 這邊我們減掉呢 這樣子 請看 好 所以這x x-19次方 減掉 x-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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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啊 不過齁 先微分好了啦 因為這個代金器 代金器的話呢 等於0 就代金等於0 先微分好了 上下微分嘛 上下微分的話 這就離明了多少呢 x-7-1 上下微分是2倍的x-1 上下微分的話多少 20x的19次方 減20 啊 再上下微分 再上下微分 x趨近1 那就沒問題啦 那20乘以19 x的18次方 所以答案多少呢 答案是190 好 就不用在那邊意思公平 對不對 好麻煩啊 對 喔啊這有符號嗎 這到底有沒有符號 這個下面有 有符號 這裡啊 啊 不過因為我上面已經把它倒過來了 把它成個符號了 嗯 減20 減20 再加20個 對啊 我上限給他那個了 所以這可能是沒有符號才對 這個有可能沒有符號的 沒問題 因為 因為我上面把它通婚嘛 通婚以後的話 我再把S&E顛倒過來 加符號 是不是 應該是那個 190才對 不是戶190 好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這個 粒粒十五 看奇怪了 什麼什麼熱 太熱了吧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 把這個 放一下 好 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我們看呢 一體十五 啊 vinit 啊 x7 x-1 x-1 x3 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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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微分是2A就是加A 这就等于2加A 这等于7 所以我们就有两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等于A等于5 A等于5带进来 B等于5就-6 B等于6 现在有问题 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的话 第16题 如果AB有的定数 切的 Limic 就是趋近1 s-1 分号就是加A -1 这等于数字 那这AB等于多少 那一样的做法 这趋近1 所以这一定的趋近1 也就是说 你 1加A-1 这一定能源 然后的话 我再给它推分 Limic 这就是7 1 这是2 根号 加A-1 这会等于数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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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加A-1 这会等于数分之1 所以 我就约掉 根号 1加A 这等于2 也就是说 1加A等于4 好 那这样的话 A就等于3 那A等于3 再进来 那B就等于多少 根号 1加3 1加2 2 A等于3 B等于2 等于 等于 问题我们看 Limic 17 17 已知 Fx 这等于 Ax 38 加Bx 0 加Cx 加D 而且 Limic Ax 7 2 x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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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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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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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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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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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有幾個方程式 有三個方程式而已 如果三個方程式的話 你沒有辦法定出四個位置數 所以這個題目一定搞錯了 這題目一定是1 這樣才會有四個方程式 那等1的時候 那我們就知道 那F1的話一定會等於0 首先F1這會等於0 第二個的話 微分 帶1的話 這會等於1 那這樣就有四個方程式 等於0 那F1跟這個等於2的話 也就是說它會有什麼 它會有1跟2這兩個根 那也就是說 你這個方程式我可以寫的時候嗎 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Fx的話 它有1跟2兩個根 所以可以寫成 x-1還有x-2 因為它是34 所以可以寫成這樣 k好了 k1呢 x乒乓 加k2 就是 x了 乒乓 沒有 比次方合陽 再加k2好了 那我們只要定出k1k2 它就可以得出答案來 好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 微分一次的話 微分一次的話 會等於1 所以你就給它微分一次 所以這個樣子也不是 所以這樣的話也不好 這樣的話 這樣的話 這種做法也不好 不過這個是一種做法就是了 不要這種做法 這種做法也不好 我把它帶1下去好了 帶1 就a加2加4加1 這等於0 然後再帶2 8a加上4b加2c加1 這等於0 給它微分 x微分 3ax平方 加2bx加c 我現在給它帶1 帶1的話 3a加2b 再加4b 這等於1 給它帶2 帶2的時候等於2 2的話 帶多少 4 432a 再加4b 對不對 帶2 再加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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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然後再消掉c 消掉c 減掉c 減掉c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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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比較小 7-3 是4a 這也是b 一減的話 等於不一樣 再來的話 這兩個相減好了 這兩個相減 再來這兩個相減 這兩個相減多少 這是5 5a 10 加b 加1 加1 8 減多少 等於2 然後再減上去 a 就等於3 那 a等於3的話 b等多少 在這裡 b等多少 3 15 2 減15 多少 13 再來可以算c c等於多少 c等於1 減3a 3a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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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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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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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4 2 C跟D就算錯了 算到前面這兩個就算對 後面的話就算錯了 減掉34x 再加那個44 前面這兩個算對 算到後面去就算錯了 反比 記住這個把它改過來 這趨近於1 不是負1 你趨近於那個負1的話 就變成只有三個方式而已 所以這是趨近1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做下一題 這計算錯誤的話 我們不要再重甩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V18 試判斷下各極限值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話 求其極限值 這個的話 極限值的話 第一個極限值存在 為什麼 因為這個函數的話 在x等於0 那裡是連續的 你看這個圖形是等於多少 如果x 這個圖形是這個樣子的 當x的話 大A0的話 它是等於 沒有不對 不連續 我剛剛講錯了 這裡不連續 所以極限值是不存在的 所以極限值是不存在的 它的右極限是等於1 左極限是負1 所以第一個是不存在的 第一個不存在 那我們看看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它有沒有存在 第二個的話 我們先看那個 等於0的話 這個應該是存在的 為什麼呢 因為 當你真的等於0的話 你帶0的時候 X-1的 左極限跟右極限 都是等於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存在的 Limit 就是7-0的話 x-1-1 就直接帶0 他說帶0 那帶0的話 這個是存在的 帶0的時候 另外一種 這個東西 因為7-0的時候 這個它會什麼 這個它會小0 7-0 這個小0 這小0的話 帶出來的話 就變成這個樣子 x-7-0 x-1-1 1-x-1 對不對 所以答案的話 應該是負1 沒問題吧 當x-7-1 x-1-1 這個呢 都是小0 那小0的話 去掉 絕對主以後 就變化 變好 等於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 第三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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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2-1 2-1 1-1 1-1 1-1 2-1 1 1-1 2-1 右極線的話,不一樣 就是說 Limit X軀近於 右極線的話 右極線代表 X稍微比1大一點點 比1大一點點 1點多 1點多的話 這應該是多少呢? 這應該是1 Limit X軀近於 1 右極線 左極線 比1小一點點 是0點多 所以是0 左極線不等右極線 沒問題吧 左極線不等右極線 所以Limit X軀近1乘 不等0到3 所以它極線不存在 在1這一點點 極線只不存在 再我們看看 V底四 V底四 V底的話 就是Limit X軀近於 2分之3 高速化 這個存在 為什麼? 因為它的2分之3 的附近 也都是1點多 2分之3 你稍微多一點點 也是1點多 你稍微少一點點 也是1點多 所以這就1點多 1點多 其實高速化是1 2分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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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稍微多一點點 你稍微少一點點 也是1點多 第一個 V底四 X軀近1 1負 這是索極線 索極線 索極線的話 代表 0點多的平衡 所以這是0 1 2 這是1 1加1 所以這2分之1 解釋 解釋 這個是從左邊1進 這是0點多 0.99 剛才是小D 所以是0.0 好 照顧看第二小D 1 1 這就是趨近1 正 這六極線 好 那六極線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變成多少呢 變成1點多 所以1點多的話 所以這上面的話 上面的話會變成多少呢 不過 這上面的話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 X平方 嗯 那這時候怎麼辦 這個 這個 來來看 B正的話 這個怎麼辦 這個 是1點多 這是1點多 1點多出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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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會趨近1 這一點多 這也會趨近1 但是1-1的話呢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東西 會明確等1 明確等1 明確等1 這明確等1 這也是明確等1嘛 是不是 所以這上面是1-1 但是這個是靠近1 靠近1 靠近1 所以的話呢 這答案等於0 答案等於0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是趨近1 這個可以把它看成是 這樣好了 我們就這樣講好了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Limit X龍趨近1的0 趨近1的0 這多少 這是1加X龍 平荒 平荒 減1 這是1加X龍 平荒 對不對 減掉的1加X龍 1加X龍 那這個東西的話 就等於Limit X龍不需經營 這1加X龍 平荒 減1 這明確是1 因為它取高速不夠 這明確也是1 所以最後的話就等到 最後的話就等於0 這個就直接等於0 但這個只是趨近於0 這個只是趨近於0 這是明確等於0 所以答案是0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所以的話呢 答案是0 好 再我們看20 Limit S趨近1 0 S平和cos S分之1 奇怪哦 你們不是沒有教那個 三角函數 M 你們有沒有教三角函數M 寫下 沒有什麼 奇怪 看這裡怎麼會有這個題目 這個的話怎麼做 這個要這樣做 用Limit定理 Limit定理的話 你可以這樣做 Limit x趨近1 x呢 0 對吧 那這把它選成 x分之1 的平衡 好 沒問題吧 好 那沒問題了 Ys趨近1 這是趨近無從大 所以就變換變數 Limit Y趨近1 0 對吧 然後這是Y 0 cos y 然後這是無從大 乎無從大 所以也是上下微分 兩理 不過現在 Y趨近無從大 不過現在它是對面Y 微分嗎 Y趨近無從大 那這Y的話 微分是等於2Y嘛 對不對 那2Y的話 那2Y的話呢 它是微分的大 微分的大是等於3Y 好 等比 那 沒有問題了 那你看 當這個7無從大的時候的話 這個它絕對只是小1 所以就是趨近1 0 有問題 有問題吧 好 那我現在來告訴你 我們剛剛不是說 cosY要對Y微分嗎 那我們來看 cosY cos微分就是多少 我現在咧 跟你講一下 因為你說像是韓數學校 有學的嘛 cos沒有學類 cos沒有學的話 我跟妳講 是 cosX 對X 我也會拿 我們根據定義 limit dotaX GTE 你拿 dotaX 我們就cos多少 x加dotaX 減掉cos 聽一下 然後把它展開 co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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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 分數 y 就是dotaX 對嗎 對嗎 那 因為dotaX 趨近0 當dotaX 趨近0 dotaX 趨近0 就是趨近1 所以這兩項就可以約掉,這兩項可以少,可以那個減掉 所以剩下什麼?剩下叻,現在變數dotaX,這看什麼常數 副sineX,我把sineX提出來 離敏的多少?dotaX趨近 這個會趨近1,為什麼?我們看看,我們做一個單位元 這個假設叫dotaX,當dotaX很小的時候,我這個單位元,長度是1 那弧場現在的多少?弧場是rc,那c是dotaX,所以弧場是dotaX 那sinedotaX,sinedotaX就是這一段 因為這個直角三角形,對邊出於這個,剛好是sine這個角度 所以這個,這邊齁,這邊就等於1,他乘了sine這個角度 所以這個是等於sine,這大概是什麼? 當你這個角度去盡0的話,這個弧場跟這個弦,無窮靠近 對不對?那無窮靠近就,就裂掉就1嘛 所以這個整個的話,去盡1啦 所以這等於who,sinedotaX 沒有問題? 所以cosine就是v等於who,sinedotaX 同理啦 sine就是v等於who,sinedotaX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他多懂一點的話 他考出來的話,就變得非常容易 好 是舉例說明,下類兩命題不一定成立 結果兩個函數呢,加起來呢 取極線如果存在的話 那兩個分開的話,取極線不一定存在啦 因為他有可能呢 無窮大加減無窮大的話 是一個固定數嘛 所以你取極線的話存在 但是你分開來變兩個無窮大 那就不存在了 比如說他有這幾例子 就是說你limit 這個 X7a 這兩個相加存在 那個別不一定存在 不過個別存在的話 你相加一定存在 所謂個別存在就是個別是有限的 那你相加還是有限的 對吧? 但是呢 你相加是有限的話 你拆開來 可能是兩個是無限的 對不對? 比如說他要講嘛 比如說這個 這個的話 第一題 例如啦 fx 等於x-u的x 就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 對吧? 然後呢 dx 等於x-u 我們就負一 我們就負一 好 然後呢 x7a 也是不存在啦 但是呢 他們兩個相加是存在的 好 limit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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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x-u 這存在的 為什麼? 就是limit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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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相加 x-u 1的時候取疑線是1 但是兩個拆開了的話 一個是正無充大 一個是乎充大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兩個相等 道理也是一樣 妳可能大家兩個 一個是 就是 一個什麼呢 一個有可能趨技無充大 一個有可能趨技是0 對不對 然後有可能你相整的時候 趨近無窮大乘以趨近零的話 它可能趨近一個有限數 但是你個別的話 可能就是會有一個趨近無窮大 所以的話 這個就是例子 好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粒體22 假設fx等於2x不等於2 3x等於2 然後zx等於x 4球第一個 zx軀跡2 fx等於x 這個等於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 這是趨近2 趨近2的時候的話 那要等多少呢 趨近2的時候 這只是趨近2 所以不等於2 對不對 這個變成的話 變成是這樣子 f limit x是趨近2 這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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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趨近2的話 它並不等於2 是不是 所以的話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2 沒問題吧 這樣 這樣 第二個的話 它說什麼呢 它說 趨近2的時候 嗯 不能這樣講 這個的話 這個東西會等於2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不等於2 這只是B進2而已 這個數有沒有 這個數它是B進2 對不對 B進2 B進2的話不等2 所以得到是2 但是第二個 第二個它說什麼 再來這個 這個是f limit 多少 x是趨近2 gx 這個也是B進2 但是B進完以後 我再代值嘛 所以這是f 這個是等於2 為什麼 因為limit x 趨近2 x 這個 是等於2 手續先做完的 B進的動作先做完了以後 再代進去嘛 所以這個是等於3 沒問題 所以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東西是手續沒有做完 所以f的話是隨著這個改變的 是隨著它改變的 對不對 但是這個的話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它 它做完了 手續那個做完以後 帶進去以後 得出那個數值來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所以的話呢 我們就知道 所以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性子嗎 性子是說 Limit x q a m z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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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3x-1 2x加1 圖形的水平漸進線的方程式 圖形水平漸進線什麼漸進線呢 就是說當你x趨勁無從大的時候 y趨勁某個固定值 固定值會是什麼值 這個值應該是3分之2 怎麼看 這我現在意識分解 這個東西這個法案 這多少 這就是 2 這多少 應該這樣除 2x加1 3x加1 那多少 這是3x2 2x 3x2 3x2 1-3x2 1-3x5 3x5 對吧 所以這個多項式 除以這個多項式 它3是多少呢 3x3x2 再加多少呢?再加3x-1分3 講問題 沒問題吧 當你x趨近無窮 所以看水平漸進線 就是y等於3至2來0 當x趨近正乎無窮大的時候 這項等於0 這樣等於0就變成3至2 這兩問題 沒問題吧 沒問題 我們現在來看看 所以答案是y等於3至2 再看連續函數 連續函數的話 我們之前有講過 上醫師你沒有聽 我們之前有舉個例子 舉個什麼例子呢? 就是說 例如說 x等於1 0-1 x 比如說 大於3的時候 x等於3的時候 x小於3的時候 那這個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是不連續的 再呢 那個3那一點 不連續啊 這10星了 這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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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對吧 我們發現的話 這個函數 3 左極線 左極線的-1 x類 這等於-1 不等於多少 不等於 這個函數的左極線 左極線 也不會等於 該一點的函數值 對吧 就是說呢 在這一點 如果不連續的 什麼時候會連續呢 就是說 這三點要重疊 也就是他的左極線 跟他的右極線 跟該點函數值的話 要重點在一起 這個時候 這一點才連續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觀念 來定義連續嘛 就是有一點 如果他連續要代表什麼 代表 這值齁 就在A點連續的時候 代表什麼呢 Limit x 趨近於A 但是A都要代表什麼意思啊 他的意思就是說 x趨近於A正負 Fx 等於Fa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這什麼時候呢 函數在該點連續 就是他的左極線 等於右極線 等於該點函數值的時候 這個函數在那一點上面 是連續的 沒有問題吧 我跟你講喔 我們以前練大學的時候 這個都還搞不清楚喔 我們教授都沒講 自己體會了好久以後 才想出來 有問題 這個你們老師有沒有講 有是吧 他現在比較進步 我們看 我們以前練高中的時候 是沒有學會積分的 我們是上了大學的時候才學的 那這些老師都沒講 好 是我們自己體會的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 什麼叫連續函數 就是說 這個代表 在該點連續 那所謂連續函數就是 這個函數 在每一點上面都連續的話 那我們說 這個函數是連續函數 在定義上面的話 每一點都連續的話 那我們說 這個函數 在定義上面的話 是連續函數 如果是有線點不連續的話 那我們就稱為它是片段連續 沒問題 沒問題 沒問題吧 那粒子的話 就是剛剛我講的這個粒子 那粒體二 那個粒體一的話 這個 這個有空格的 電腦打得不好 再我們看看粒體二 粒體二的話 上一次也要講過 這個函數 等於多少 X平方 這是一個包固線 3 這個呢 在什麼呢 在 0那一點的極限值是存在的 這定義的 X 趨近0 這個值是存在的 這是等於0 但是呢 不會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因為該點函數值是3 所以也不連續 雖然它極限值存在 所以極限值存在的話 它只是說左極限的 右極限 這樣的話就代表極限值存在 表明 但是呢 它不一定會等於該點函數值 如果不等於該點函數值的話 這樣也不存在 那這個圖形代表什麼意思 圖形的話 代表說 我怕挖掉了 這一點挖掉了 補到這裡來 這是3 左極限的各極限都是0 對吧 但是特別那一點就被挖掉了 也就在這裡是斷掉了 不連續 沒問題吧 那立體差的話就連續了 立體差的話就再補回去 這整段都連續了 我們看看立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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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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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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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4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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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它一定不連續 這個呢 這是x-3 x加1 所以在s等於1跟4那一點不連續而已 其他地方都連續 所以連續區域的話是無無重大 到1 跟什麼呢 1到4 然後4到無重大 這三個區間連續 對不對 沒問題吧 其他不連續 這個圖形大概是這種樣子 它會趨勤1 正無重大的時候它都趨勤1 只有在1 4這裡的話 那個被挖掉 1是這裡的話 我們看 大概1跟4的時候它都是無重大的 那正無重大的時候它會比進1 1的話在這裡 它叫1 如果 反正這個4的時候 它是正無重大或無重大 1的地方也是正無重大或無重大 在圖形的話 圖形的話 圖形要畫也是可以 反正 反正你 就是 如果無重大的時候 如果無重大的時候 無的正 無重大 無重大 正 正 1 正 1 那 它是 就是有可能是這樣逼近的 有可能這樣逼近的 那你在1、4那邊 它可能是正無重大 也有可能是無重大 所以要 要再什麼檢查一下就是了 反正就是在1跟4這兩點的話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不連續的 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吧 好 再我們看第二題 第二題 X 等於多少 X加1 好 那這個 X的話 首先 它這個要大於0 A 寫的話 它怎樣 它不能等於什麼 我們說 我們說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的話 它的幀數的話 要怎樣 要大於0 對不對 這是加1 這要怎樣 這要大於0 不能等1 合不合什麼1 要大於0 就這樣做 所以X的話 大於1 X的話 大於1 還有沒有什麼其他限制 沒有什麼其他限制了 所以只要X大於1就可以了 大於負1 移過去 所以X只要大於負1的話 都連續了 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它沒有其他任何限制了 所以X的話 在乎1 到無積大之間的話 都是連續 它沒有其他限制 再看第三小題 你哪一小題 HX 這等於X-1 還有X-1 那這個在哪裡 在X等於1 那一點也不連續 X不能等1 其他有沒有什麼限制 其他就沒有什麼限制了 所以的話 它 不如從大 到1 1的話 到正無積大 都連續 只有在1這一點的話 它是不連續的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再看立體5 的是 XX也是 X不等於負2 X不等於負2 X等於負2 到 G 辯入 X趨近於負2 F就是等於多少 那G1乎2的話 就給這個微分 比多少呢? 1乎多少呢? 微分 這是3X平方法 代乎2 這畢竟多少? 3乘以4 這等於12 對吧 左極線等於右極線 但是不等於該順的函數值 好 再來的話 這等於2 函數 fx在x等於2 是否連續 是否連續的話 你就看看 就是它的函數值 對嘛 等於什麼? 等於fx f等於2 f-2 所以是連續的 為什麼? 因為它在呢 x等-2那邊 定義呢 它的函數值等於12 所以這是連續的 對吧 這個呢 函數的左右極線 等於該順的函數值 所以呢 在x-2那一點 它是連續的 沒有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 就要加上個密體 6 函數 fx 等於2x加a x 平常 x 平常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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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加7 那我就求等什麼呢 求等2a要等多少 2a等於8-2 8-2就等你一個 也就是說a要等於3 等你 a要等於3 好 那a要等於3的時候的話 然後呢 它要說什麼 並求f1 那f1 f1的話呢 等多少 f1的話 帶進去兩個的話一樣 就等於2加多少 3等於5 啊在這裡也會要一樣 不然你要在這裡看看 也會等多少呢 1-3呢 3加7 這個的話 8-3也是5 對吧 m1等於5 a等於3 我在做什麼你們知道嗎 知道齁 這是因為它要求 要求呢 這個f1 這個f1就是在a那一點連續 1那一點連續 就是說你把 就是帶1下去的時候 這兩個要一樣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左右兩邊都要一樣 這樣沒問題齁 好 沒問題的話呢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呢 這個 1-7 好 所以ab是實數啦 定義函數 是反應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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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是 大1的時候 這應該是x大1吧 那這應該是-1等於x 小1等於1 那-1就是0 x是小的 那要求ab的值 使dx是定義在時數上的連續函數 全部都連續喔 那代表什麼 你代1的時候這兩個要一樣 因為他要連續嘛 他每一段都要連續 這一段要連續這一段要連續 也就是說 你代1的時候這兩個要一樣 1-1-3 要等a加b 對不對 你代-1的時候這兩個值要一樣 負a加b 代表到 在負的時候 負1-2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解答 a加b 等於多少 負3 負a加b等於負3 THAT 那這樣加起來多少 oqueb等於負2 b等於負3 所以a就等於0了 b等於負3a怎麼回 самое 現在有問題 有問題的话 我們現在來看導數的定義 導數的定義跟微分的定義是不是相比一樣的意思 導數的話就是函數的微分值 再猛一點的微分值 我們現在說假設fx是一個連續函數 其實在s0上的導數定義怎麼樣 就是說在s0那一點的導數 導數計成這個 就是說f這個函數在s0那一點的導數是這個 通常我們導數是寫成這個樣子 如果微分的話就把它寫成這個樣子 是同樣的意思 這x等於0 這定義成多少呢 輕易成這樣子 Δx軀晶1 然後呢 Δx f x0 加Δx 減掉 f0 兩體 兩體吧 好 然後呢 我把每一個x0 每一個x0 就是所有的數值 所有的x0的導數全部集合起來 那就成為一個導函數 沒問題 這是它的定義 不過這個值不一定存在 如果這個值存在的話 我們就說函數在這一點是可為的 導函數存在我們稱為它可為 兩體 就函數呢 在某一點上面導數存在的話 我們說函數呢 在那一點上面是可以微分的 好 那也就是說可以微分的話 它要什麼呢 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首先 這個函數呢 這個函數呢 在該點要什麼呢 要連續 為什麼在該點要連續呢 首先 就是說 嗯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 你看嘛 這個東西有沒有 得打x0 就是說 趨近你 這所謂趨近你是什麼意思呢 是趨近什麼呢 正無不如 也就是說這個的話呢 它的左右極限呢 都是存在的 兩體 而且在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比如說 第一個 你要是在那點上面可微的話 那代表那個函數 在那點是連續的 等於 這是必要條件啦 但是還不是充分條件 必要而已喔 就是說 即使它在那點上面 是連續的 它不一定可微 比如說像這個 像這個的話呢 那就什麼呢 那就 左極限跟右極限就不一樣了 等於 所謂的話 左極限右極限都要一樣的話 就包括這個也要一樣啦 但是即使這個一樣的時候的時候的話 就是說 怎麼講 即使這個左右極限一樣的時候 左右極限一樣的時候的話 這左右極限一樣的時候 這個的話 它往左邊趨近跟往右邊趨近的話 也會不一樣喔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極限斜率 你如果呢 往右邊趨近的時候 它斜率呢 是負的 你往左邊趨近的話 這斜率是正的 沒問題 這時候你取左右極限的話呢 它極限值取出來是不一樣的 沒問題吧 也就是說可微的話 它一定連續啊 連續不一定可微 沒有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 定義5的話我們講過了 定義6 如果F在定義上 處處可微的話 我們稱F是可微函數的 好 我們先來看看呢 這個立體1 立體1 我們看立體1 好 立體1加假設 Fx 它是x平衡 那現在問 那x是等於4 這樣等於多少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就把它寫x0也是可以的 x0得到 那我們等一下寫了x0的那個方式 好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看 它的這個 導數等於多少 在x0那一點的導數多少 我們根據定義吧 這等於多少 Limit多少 德太x0去經理 德太x0 對吧 然後這是 F x0加德太x0 減加Fx0 好 Limit 這是定義 這是一般的定義 然後再把函數帶進來 函數帶進來的話 你看 這起 x0加德太x0的平方 選掉x0的平方 對吧 你把變數帶 x0加德太x0 是這個 你把變數帶x0的話 是這個 對不對 然後呢 就變成什麼 Limit多少呢 德太x0去經理 德太x0 對吧 然後你就把它展開嘛 展開以後的話 再減S0平方 減兩倍的S0 加 德太x0 再加德太x的平方 這個 S0的平方 這可以消掉 然後如果你看喔 所以我們可以約分 因為這裡的德太x 跟這裡是一樣的 約分嘛 約分 隨便 Limit多少呢 德太x是趨近一零 2x0 加德太x0 但是他 德太x是趨近一零 所以這個趨近一零 所以答案是兩倍的x0 那x0可以等 1等2等3等4 所以你就得到 x0 x0可以是任何一個數 所以就可以當成公司的年紀下來 原理 好沒有問題的話 那地利器的話 F只有少數有限點是不可為的話 則稱Fa它是片段可為 我們看立體1 立體1 我們講過了 處處可為 好我們看立體2 Hbx0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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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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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極線跟右極線不一樣 再三那一點 我們帶三那一點的那個左極線 這一點多少 你看喔 因為 都帶一片這塊是零木 從那邊靠近零 所以它是小零的 所以這個比三小 那比三小代表什麼呢 這個在這裡吧 是不是 這比三小 對不對 比三小 比三大的話才在這個 比三小嘛 所以在這個 所以立米得到啥呢 對他也不是趨近零 對他也不行 這個要帶這個函數 3加對他也不行 -f3 那f3的話也是帶這個 就直接帶3 這等到 這等於1 對吧 所以這個函數 在3那一點的左極線 是1 代表協力等1 你看 這是0到3的話 這是直線 這是3 2 2 在這一點的左極線 它的切線斜率是1 好讓我們看看 右極線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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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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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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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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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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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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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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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6 7 7 8 7 7 7 8 6 7 8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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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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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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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在10秒 這一點的數值速度多少 我們問你講說不定 數學講說這一點是不可微分的 例如X對T的微分 它在這一點的左提線是這個切線斜率 這一點斜率是20 所以它的左提線 左提線是20除以10 就代表它的時間比10秒稍微少一點點的話 它速度是2 你時間比10秒稍微多一點點 速度馬上變成0 不過這一點在物理上是不會存在 為什麼 這一點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它速度從2到0的話 不需要煞車時間 它不需要煞車時間 對吧 在數學上就不可微 在物理上當然是不能發生 對吧 再我們看看連續定理 量因地理的話 是說 量因地理的話 極限地理是一對一對應的 我們看喔 是MG的話 在X等於0 X等於0那邊連續 代表什麼 代表說 キ120 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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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 如果x再x0那一點是連續的話代表這個成立 則我們能夠證明什麼呢 證明明明明的x趨近x0 fx0加上zx0 這依照極限的性質 極限的性質我們是沒有證明的 我們是把那個當成定義把它接受起來 接受起來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定義來證明這個定義 因為這個極限值存在 極限值各為存在 所以你可以拆開 極限值各為存在 x0加上z0的方法 這個等到 x0加上zx0 所以對於這個函數而言 左極線等於右極線等於該點的函數值 所以對於這個極線而言 它在X0那一點也是連續的根底 它是利用前面的極線定理的話 就可以把它證明出來 如果這兩個在X0那一點連續的話 那它加起來是連續 撿起來是連續 撐起來是連續 如果X0這個不等於0的話 那麼F除以D在X0那一點點連續 反正這個公主就是不能整個0就是了 那也連續 跟那個前面的極線定理是完全一樣的 沒問題 沒問題吧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談一談這個宗旨定理 這宗旨定理的話 很直觀 所以的話 我們也不想證明 這宗旨定理的話 它是怎麼講呢 它是說 現在的話有一個函數 它介於什麼呢 介於這個 這假設AR 這是B 好 這個函數 它介於這個AB之間 而且的話 它會說FA跟FB 這樣寫比較像 FA的話呢 FP比FA大 就是說 FB的話呢 大也FA 這是B 大也A的時候 好 那我呢 一定存在 那我呢 一定存在 在這中間的話 一定存在一個R 始得 一定存在什麼 一定存在一個R跟C 一定存在一個R跟C 好 就是說 現在的話 我們一定存在一個C 始得什麼 一定存在一個C 始得什麼東西 始得我在AB當中呢 可以找到一個R 然後呢 FR 會等於C 這很難 就是說 在AB之間 AB之間的 應該AB之間的 所有的C 我一定可以存在R 使得FR等於C 這有問題 有問題吧 好 R介於FB之間 則存在一個C 好 然後 使得什麼 F C 等於R 嗯 不等於0 好 我看看 存在一個 哦 這沒有錯啦 不過他顛倒過來就對了 他這裡是寫R 就是說 對於所有的R 在這裡面的話 我一定可以存在一個C 啊 啊 使得呢 FC等R 我們要倒過來講 不過 不過我沒有講錯就是了 這定理我是沒有講錯的 就是說 FA跟AB之間的話 每一個R的話 我在這裡都可以找到一個C 使得R的話 就是FC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倒過來的話就不一樣 倒過來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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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說 所有的 AV之間的任何一個值 我都能夠找到一個 它之間的 比如說這裡好了 這裡有個D好了 這裡D的話 就找不到什麼呢 找不到 這個函數 是在這裡面的 對不對 我們講的是 這裡的 每一個值 都可以找到一個C 的N 但這個我們叫中子定理 那這個很直觀 對不對 沒有問題吧 好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一般函數的VN公式 這個 第一個 這個呢 常數VN公式等於0 好 常數VN公式等於0 這個的話 要不要證明 這不用證明 第二個 第二個 常數呢 乘以這個 微分 這常數可以提出來 沒問題吧 這也不用證明 要證明的話 你就給老師講一下 第三個的話 兩個函數加起來 微分 會等於 微分以後 再加起來 沒問題吧 好 然後第四個的話 我想證明一下 第四個的話 就沒有那麼連直觀 第四個我以前在那個 那個什麼東西啊 經常教書的時候 有個物理老師來問我這個公司 怎麼來的 我要證明給他看 所以 他是應該要證明 有問題 這個 鄉家的話 就直接那個的話 你們學校有講 對吧 這也好 就講這個 這不是分配力 這哪裡是分配力 幾十個萬人 這個這沒問題 這個是比較有問題 我們看 我們證明一下好不好 我們看第四個 其他 你 這個我證明完以後 其他你的四個 回去證明看 如果不行的話 再回來 再跟老師講 老師就證明一下 你看 不然的話 連這個都要證明的話 這時間也花太多了 我們看 先走 來 你 你知道 我现在给它加一项剪一项 好 那我什么呢 我多剪了这一项 要把它加回来 加回来 加 我本来是剪的这一项 所以两个项存 那我再把它加回来 两笔 这是技巧 好 那我们看 我们知道这个极限值存在 因为它跟我们讲说 F是可未分的 所以等于到达到多少 之外 达到达X许 тории 达änd 达三 达达..... 达诶 达到达 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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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已經沒有可代不行了 這已經沒有可代不行了 再加多少呢 這個極限值也是存在 這常常是常數 常數可以提出來 理名的叫常 可代不行 移行平均 這個極限值就是f對xv分碼 這個極限值的極限值是f對xv分碼 所以這個就是f對xv分碼 啊這個呢 都台式是曲靜靈 如果是曲靜靈的話 整個曲靈也不行 啊加什麼呢 啊這個這個極限值又是d對x的位分 這是得正啊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現在來看第五根 第五根 第五根的話 mx 所以dx 這就等你 dx平方 上面圍 下面不圍 剪掉上面不圍 為下面 這個 好這個 我們現在來看第五根 我們上第五根 這是 可以 可以很好 比較定力 不然的話第五根的話呢 我們休息一下子在正中 我們下下機 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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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